自己好好想想 你们看这电视上这些重要人物 一大排男人男人男人 一个女的男人男人 我们同样的受教育 同样的在那努力 没有平等 男女平等还早得很 而这一个关键在女人 我不是提出女人一定要跟男人竞争 自己先要自重 自己先要我自己能够立起来 你做小买卖也好 你做个工人也好 你做一个教员也好 你做一个政客政治家也好 无论你做什么 做最好的 不是那个最高位置 我尽我的力量 我非常认真的 要把我应该做的事情 做得完完全全 你看你出头不出头 我们从心里再说 我绝不应该属于男人 输给男人 否则 当我们心里头先有 Lady first 这个观念的话 我们非常的 我们自己先轻视自己 诸位啊 在座的太太小姐们 记得 先把Lady first 女人第一去掉 不要让我们 永远 把跟着妇孺 两个字秉承 当我们 只有儿童节 没有妇女节的时候 我们平等了 怎么只有儿童节跟妇女节 没有男人节啊 许多妇女庆祝 三八庆祝妇女节 我说这个女人真三八呀 这是古时候骂人的 二百五啊 三八二百四 比二百五还差一点 我们偏偏要庆祝三八节 好二百四啊 所以什么时候 没有妇女节了 当那一大牌 正伪 正邪 不是 看了半天 哎哟 这是个女的 再一看 哎哟 那一个女的 小毛三只四只啊 点缀在会场上 我们不是要跟男人打架 我们自己要做个人 女人 描写 她是个女人的话 说 女字旁 男人是什么 男人是什么 人字旁 只有男人是人 我们女人是另外一种人 我们 我们不会跟男人开仗 也不会向男人革命 问题是我们自己是不是看重自己 这是当今妇女 应该把这个自己想想 我们现在同工不同酬 女人的薪水都比男人少 女人的升迁都比男人满 为什么 头一个生理的缘故 第二个女人自己不争气 当然主要的男人 还要表现是男人 他们没有生理的负担 家 我的内人怎么样 我们称我们的丈夫 我的外子怎么样 魂以内女人置之 魂以外 是男人的事 到现在还存在 在座的诸位女士 跟诸位男士 我们凭着本心想想 男女 男女没平等 还差得远 只有你 真正肯用功 真正把事情当事情 真正的好读书 不是要你为的出风头 为的是让你表现 坐在台子上 你今天 没有做过对社会上 任何意见值得说的事情 唯一的一样 我们希望人类进步 人类的进步 完全考文化 你不能 夏天种菜 你不能够挑着胆子 扫着地做工人 你许多事情现在都不能做 唯一一件事情 你能够不能够 帮着你的同胞们 把我们祖宗留下来好的东西 甚至于外国人 写下来的好东西 我们用我们闲暇的功夫 把它读到 了解到 好好的想一想 把它用在实际的生活上 这是现在女人的责任 因为女人呢 到政坛上做事的还不太多 女人就管这个家 家是要管的 因为国之本在家 但是这个家 不是让你整天 只是炒炒菜 缝缝衣服 管管小孩就完了 居里夫人 发明磊 她有家 她跟她丈夫一起发明的 那么她自己怎么肯这样 有那种智慧 有那种报复 所以 诸位 先从这一个女人现在很麻烦 女人要不做事 都觉得 有一点 不像现代女性 我们在居家 过日子 而且要 依然要讲究 富德 富荣 富言 富功 的时候 我们把我们的心 搁在社会上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也是你的社会 国家兴亡 不止匹夫有责 我们匹夫也有责任 能够肯把责任担起来 把担子呆起来 于是 到那时候 我们至少心理上 平等了 所以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 生活信仰的诸多问题 谁能为其指点迷津 播剧大师叶曼先生 以其丰富的东西方经历 近百岁高龄的通达智慧 为现代人答疑解惑 凌家论坛特别节目 叶曼人生智慧讲座 敬请关注 请问叶老 一切为心所变 为时所现 山和大地都是我心所变 那么除我之外的其他人 也是我心所变 今天我们专门答复问题 佛家说呀 一切为心万法为事 那么当我们修行有了正量 头一个我们就见到空性 见到空性了以后呢 我上回说 当我们先见到空的话 真是一切皆换 这时候没有山和 没有大地 禅宗把他说 山和粉碎 大地平臣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那么在这时候呢 我们才知道 原来这个心啊 这是个主要的东西啊 那么一切都为心所变 那么到了这时候呢 除了我之外 其他的人 是不是就所谓众生 也是我所变的呢 不是 个人依照个人的本业 他也是众生 他看着我 我也是众生之一 这些众生 不是我所变的 只是呢 我们变不出他来 我们只是见到他是一个形象 这一个形象呢 这一个形象呢 他看我们 也是另外一个形象 所以 这一个就要想想 释迦摩尼说 一切皆换 我们都是假象 堆起来的 所以释迦摩尼说 真正一切 只有一个虚空 这个虚空不是这个虚空 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空 他的虚空在佛家 是一个特别的名字 在这个完全什么都没有的东西之间 突然间 从这个虚空中 出了一个灵虚神 接这一个灵 跟这个虚空 在它旁边 生出一个物质来 吉斯安说 一切都是虚空 怎么会生出一个物质来呢 这一个最初的物质的单位 释迦摩尼叫它叫 离虚尘 这个尘呢 就是尘土的尘 我们知道学佛 我们六根 眼耳鼻车身翼 我们对峙的是 对方的色生香味诸法 释迦摩尼提出这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 多少虚空 可以变出一个实质的物质来 没有人能答复 所以一直到现在 没有办法 那么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我们问 用现代的数学来问 你加多少零 这是虚空 你加多少零 可以变成个一 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呢 到现在没法答复 唯一答复 可以答复 就是说 我们 桌子 我 我 茶杯 一切一切 全是虚幻 组成的 我们把这个组成的东西 不是我们组成的 不是我们组成的 我们从小 父母大人告诉我们 我是女的 你是男的 哦 有男女 这是桌子 这是椅子 桌子 椅子 不是我们变出来的 而是 我们生出来以后 告诉我们 分别说 什么 东西叫什么名字 我们把这个名字记住了 于是 一切为事 我们心里记住了 然后 就在这些时候 我们不停地起分别心 那么 假如我们肯 想想释迦摩尼 所提出的问题 多少虚空 生出这个 离虚尘 这头一个单位 有实质的东西 然后我们自己反复想想 这个就叫参禅 多少灵 可以变成一个一 所有的人都可以参这个问题 到现在 没有人可以答复 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 生活信仰的诸多问题 谁能为其指点迷津 国学大师叶曼先生 以其丰富的东西方经历 近百岁高龄的通达智慧 为现代人答疑解惑 明家论坛特别节目 叶曼人生智慧讲座 敬请关注 第二个问题呢 他就说 所有的世界 跟其他人的世界 是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换一句话说呢 就是说 我们看到的这世界 跟旁人看到的这世界 是不是一样 不一样 因为每个人的经历 每个人的认识 都不同 所以 一个 我们在家里头 假设看到这么一个桌子 这个桌子没用处 他会说 为什么这么泼着 这不对呀 应该是平的呀 才能摆东西呀 那么 我看到某一个人 跟我缘分相合 我觉得他好漂亮啊 另外一个人呢 他也许过去 因为跟长得类似的人 有过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 他跟我意见不同了 我只把他变成那个 我喜欢的 另外一个人 看的是同样的一个人 他因为过去的经验不同 这个人就变成很讨厌的人了 所见的东西是一样 但是 我把他变成一个可爱的人 他把他变成一个讨厌的人 假设我们说变的话呢 只是这变 但是既不是我把他变成那个人 也不是他把他变成那个人 我们变不出来 只是有一样 我们对这些幻象 个人 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了 不用说两个不同的人 甚至我一个人 当我今天很高兴 非常乐观 我看这个人怎么看 怎么喜欢 明天突然我心情不好了 或者他说了什么话 让我难过了 我看到他 我看到他 昨天的他跟今天的他不一样了 昨天的他很可爱 今天的他很讨厌 当我昨天的心境非常坏的时候 我看到一切东西都讨厌 都烦